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太平洋上面有一个小岛 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岛里面住着当地的原住民 那他们有非常丰富的天然资源 那这个小岛里面的人呢 他们每天都过得很快乐 可是他们不怎么富有 那有一天呢 有一个银行家就到了这个小岛 那就跟里面的一个酋长就跟他对话 他就说你好你好 我是某某的什么 全世界的某一个银行家的主管 我是某一个银行家的经理 我要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你们可以赚好多钱 这个酋长就问他说 我们为什么要赚很多钱 银行家就跟他说 你们赚很多钱呢 就可以住很好的房子 住很大的房子 这个酋长只回答他一句话 当我们住很大的房子之后 那我们不就每天都要很认真的打扫 那这个银行家呢 再想一想就跟他说 不对不对 除了这个以外呢 你们赚很多钱 你们就可以开很好的车子 哇 那这个酋长想一想 就跟他说银行家啊 经理啊 你这样说 当我们每天都不走路 开始开车的时候 所以你的意思是告诉我们 会早点得心脏病吗 哇 这个银行家就没车了 他就想说 不对 他又想了一个 如果你们赚很多钱呢 你们就可以到很远的地方 看很美的海 欣赏空中的飞鸟 这个酋长会回答他什么 可是我们不是就住在很漂亮的海边了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的赚钱都不是因为这些 那我要问你们 赚钱要干嘛 赚钱要干嘛 对你来说 这个工作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礼拜 礼拜一到礼拜五 甚至我们一天的时间里面 我们有一半以上的时间 大部分都花在工作 工作之后 我们才回家休息 灵修陪我们的家人 那在这个工作里面 你得到什么 在这个工作里面 你怎么看这个工作 有人觉得工作不是住 不是住福是什么 诅咒 为什么 因为亚当犯罪之后 我们才必须要工作 所以有人会觉得 当我去上班的时候 我的老板就很像法老王一样 这样苦待我们 你觉得你是这样吗 你觉得你是这样吗 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 所以我们必须要 他留满面才能无口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 工作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班族 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有好多只手 可以做好多事情 然后赶快下班 我们知道工作的本质 每一个人每天都很努力的 在做这一件事情 我们都努力的在工作 工作在圣经里面怎么说 当神创造了亚当之后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上帝吩咐亚当的第一件事情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他说你们要 生养众多 骗满这地 治理这地 你们要治理这地 上帝创造亚当之后 他就开始怎么样 工作 上帝创造亚当之后 他就开始工作 圣经一开始也讲到什么 神是一位工作的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他每一天都工作 神是一位工作的神 所以呢 你今天在工作 就是在彰显神的荣耀 彰显神的形象 因为我们不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 今天你的工作是照着神的形象 亚当的名字 他的原文 就是工作的意思 另外一个意思是 当他们在赎罪日 当他们在祭拜的时候 亚当的名字也有其中的含义 所以亲爱的 上帝透过亚当 第一个名字提醒我们 你的名字就是工作 你的名字是敬拜 所以你的工作 跟你的敬拜是合在一起的 你要在你的生活里面 活出信仰 在你的信仰里面 把它实践在生活里面 不要忘记 工作的本质是什么 是我们反映出神的荣耀 今天我们在信仰里面 彰显上帝的作为 而且把我们的神的形象 活出来 再来工作是为了 服务社会 是一种爱的基础 是一种爱的架构 你透过 你透过工作 你让所有的人都得到幸福 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 马和福音十章四十五节 因为人只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我们再来念一节 在以某所书四章二十八节 总要劳力 经手做正经事 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所以今天 当你在工作的时候 是神给你的祝福 是神给你的祝福 通常我们都会觉得 我们赚钱是为了养家 是为了雇小孩 雇妻子 但是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 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上帝的精心设计 上帝设计你会这样认识 上帝设计他会这样认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 有的人呢会开飞机 有的人呢会教书 有的人呢会养猪 有的人可以呢会养其他的动物 有的人可以表演 有的人会当医生 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恩赐 那我们每一个人会活得非常的辛苦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照顾我们自己 我们要养猪又要种菜 又要工作又要当医生 你有办法吗 没有 上帝透过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恩赐 把我们设计成一个精心设计成一个爱的架构 是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能够彼此服事 今天你的工作不是为了你自己而已 你的工作是为了造就别人 让别人得着福气 今天如果不是别人养猪 不是别人种菜 那我们饿了 我们就都要自己做了 我们的猪饿了我们要赶快去喂 今天如果不是有懂文字的人翻译文字 那我们就没有书可以看 今天如果没有一个很聪明会设计电脑的人 那我们就没有网路可以让我们连结于全世界 所以神透过他的精心设计 让我们活在一个爱的架构里面 今天你看中你的工作吗 今天你看中你的工作 我们要想我们要怎么妥善利用上帝给我们的这份礼物 再来我们来看 我们的工作是为了侍奉主 我们的工作是有呼召的 嘉尔文说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是神的呼召 呼召是什么 就是神跟你说 我要你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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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活 可是我们都觉得 谁才有呼召 牧师被呼召来当牧师 传道被呼召来当传道 神学生被呼召来当神学生 其他的人呢 我爱做什么 我想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的工作是什么 也没有关系 可是在我们的工作里面 你的工作就是神的呼召 那一天年代新闻 有一个新闻 他这样报 他说有一家店在争人 那他的 他说你敢来应征吗 你敢吗 因为他的 争的内容是 风吹日晒没饭吃 然后呢 薪资偏低福利差 再来呢 工作量大排休少 那 轮班加班又掉电 你觉得如果是你 你敢去应征吗 老板客客环境列 你觉得 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面 你想要什么样的工作 你敢来应征吗 什么工作你都敢去尝试吗 有一个调查 人力银行做一个调查 通常的大学生不是神学生 大学生毕业一年后 有百分之六十的人 会换一份新的工作 有百分之六十的人 在第一年会换一份新的工作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常常都觉得 我们要钱多 是少 资家计 在我们的认为里面是这样 可是 今天 当你想要这样做的时候 我告诉你 有一个可能 有一个可能 那一个人呢 就是亚当 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 神创造他 在伊甸园的时候 他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工作 论薪水 所有的资源都是他的 论责任呢 他只有一个老板 他只要管理下面的 然后呢 论通勤距离呢 哇 他就住在伊甸园里面 然后他的责任重不重 他只要帮每一个动物 取名字就好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亚当 他为什么在那个工作里面 是快乐的 因为他只有一对一个老板 他只需要跟一个老板负责任 而且他的老板是谁 耶和华 他的老板在他的工作里面 祝福他 但是 我们在看亚当后面的生活 当他换了一个老板之后 他做了什么事情 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 当他换了一个老板之后 他必须要非常辛苦的工作 你今天你的老板是谁 是你公司的老板还是神 当你每天面对的 我怎么样我公司的老板高兴 如果公司的老板跟你说 哎亲爱的 你今天呢 去跟他收回扣 收个十万 收个二十万 你明知道这些事情是错的 回家让你愧疚一整天 可是当你的老板是 你的公司的老板的时候 你会跟他说是 可是当你的公司的老板是神的时候 你会跟他说 或许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当你越做正经事的时候 你觉得你的对方 你的客户 不会信任你吗 亲爱的 你的老板是谁 你要认清楚 在我们的工作里面 我们活着是为了侍奉神 所以呢 在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呢 他这样说 我们一起来念 好 我们一起来念 约翰福音十七章 十四到十七节 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我不求父 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 他们脱离那恶者 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求你用真理 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今天我们不属这世界 正如耶稣不属这世界一样 当我们看中我们的老板是谁 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是改变的 你会发现你知道你所要的 你所要做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们侍奉耶和华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我们的呼召是什么 为什么在宗教改革之后 北欧有一个很大的复兴是因为他们提倡他们的工作就是一个神的呼召 所以呢 做医生的可以把医生的本分做好 他们会尽心尽意的把一个病人真的去倾听他的病情 当老师他会真的认真的教他的小孩 不会有贫富的看法 不会有你聪明你比较笨 他会尽心尽意的把他的本分做好 当一个妈妈 他会把家里顾好 他会把孩子顾好 他会把先生顾好 所以今天我们的工作是为了侍奉神 再来我们的工作是为了为主做见证 他说诚信是我们给人的第一张名片 马丁路德也这样说 人若诚实工作就是服侍上帝 人若诚实工作就是服侍上帝 今天在你的工作里面 你有没有各司其职把你的工作做好 有没有 以博所书他这样说 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 不像服侍人 主要善爱他们的仆人 不要威吓他们 但是这一节经文是 我有把它稍微做一个简介 他在说的意思是 今天你们要服侍你们的主人 好像带基督一样 今天你在你的工作上面 有没有尽心尽意 这个是一个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图片 他把它说 他说好少文 他说今天数学考试有一题叫做三乘以七 是三乘以七 然后呢 我心里想惨了 没被下来怎么办 最后只好算了 然后他下面就说 管他三七二十一就拆十三吧 他明明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当我们尽心尽意在我们的职场上面的时候 你不会说管他怎么样 你会说答案就是这样 亲爱的 在你的工作上面 你就是为了为主做见证 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徒在我们的台湾的比例只有5%到6% 所以在你的工作场合 你会遇到基督徒的老板的几率非常的低 曾经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过 她在工作的时候呢 她的老板不是基督徒 那个她的上师很大的肯定 这个姐妹在她的分享里面 她说不管你做什么 你只要想如果是神 他会要你这么做 他在他的工作里面 他遇到同事 刁难他的时候 他就知道他应该跟他的同事彼此相爱 当他遇到他的主管 真的也是非常欺负他的时候 他说他要在工作上面展现出神的荣耀 他也一样去爱他 后来透过他的协助 透过他的一些真的尽心尽意在他的工作上面的时候 他得到了最假心难讲 所以在你的生命里面 有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有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肯做 在这个金融海啸里面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最亮的那一个 最后 要跟大家说 要记得休息 要记得休息 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 诗篇127篇第二节 好我们一起来念 你们清晨早起 你们清晨早起 我们清晨早起 每天都在赶几点 八点半 九点八点 你们清晨早起 是为了工作 那夜晚呢 要记得 回来休息 我们每一天的头脑呢 就像这个一样 我们要想好多事情 火车人啊 等等之类的 我们还要面临撒旦的挑战 但是你要记得 在你的每一天的夜晚 回到神的面前 唯有耶和华必叫他安然睡觉 你每一天睡觉之前 你有没有把你的工作 你的重担卸给神啊 这个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们要彼此来学习 真的不简单 有一本书呢 叫做下班 后面还有一个下班学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会上班 可是我们不一定会下班 我们有可能下班完了之后 回家还是在上班 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你还在上班 因为你会想 明天几点要开会 我开会的时候 应该要讲什么话 自己又先在心中演练一次 亲爱的 每一个人都会上班 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下班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上班 为神做见证 非常的重要 但是你一定要学下班 因为除了工作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睡眠 你必须要真正的休息 你才会有体力 去面对明天的一切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是有一位龙扑 他住在中飞 那中飞那边都会开采钻石 那这个龙扑呢 就看见 哇 隔壁的邻居呢 他呢 去开采钻石 赚了好多钱 他就不想种田 他就觉得我种田呢 好像没有出息 所以他就不想种田 那他就开始呢 看到 对面的那个好像在那边 钻石银行上蛮不错 所以他就跟他去 他就把他的田卖掉 可是呢 他发现当他去工作 去开采钻石的时候 他发现他工作没有很好 那最后他就忧郁症 他就自杀 那几年后呢 他的土地的那一个主人呢 就在他的家里摆了一棵很漂亮的石头 所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哇 原来那颗石头 就是一颗钻石 原来 那个龙扑底下 就是一个钻石的开采源 后来买他那块土地的主人 就变成 大富翁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在我们的工作里面 你时常会觉得我这个工作不好 所以呢 我如果换去一个工作 肯定会更好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可能在你的工作底下 当你尽心尽力的 当你努力的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工作 可能是一个彰显神很大的荣耀 甚至会让很多人觉得 哇 跟大家分享一些经文 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 他说 信上帝所拆来的 这就是做上帝的功 信上帝所拆来的 就是做上帝的功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颗钻石 那一颗钻石就是耶稣基督 你今天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又没有把这个钻石 彰显出来 而不是摆他越满越山 为他的见证 为了要你让 在你的职场上面 侍奉他 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这首歌 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但是在他的歌词里面 他写得非常好 他说要像片里儿时的模样 记录的青少年的时光 可以帮我播一下歌词吗 然后儿时的模样 沉浸在你的 在你我的心中 要登上月亮 要飞越太平洋 在我们的小时候 你有没有梦想 当你刚信主的时候 你有没有那一个火热 你说我一定要在我的职场上面 做很大的见证 我一定要在我的家庭里面 把神的爱传扬出去 但是我们知道 魔果也非常的厉害 他时常告诉我们 你不可能 所以你就把这样的梦想 简直的放掉 但是他在后面 他说 人生的理想 副歌 人生的理想 是为主发光 失去的泪水 使我们更坚强 路易那漫长 别失去盼望 痛苦时 记得有主在你身旁 要记得 把握你那个梦想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为主来梦想 像片里儿时的模样 记录着青少年的时光 你可以去想一下 你小时候有什么样的梦想 你小时候有什么样的梦想 像片里儿时的模样 像片里儿时的模样 记录着年少的时光 曾经在你我的心中 要登上月亮 要飞越太平洋 要飞越太平洋 曾经在你我的心中 要飞越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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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知道 因为有什么 我们知道今天天气很好 那个风吹来凉凉的 可是不会让你觉得 好冷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神也用这样的阳光照着我们 当你知道 你前面所面对的是 神用大大的阳光 把你照着 让你很清楚的 有一条路 当你照着神的旨意 走在他的生命道路上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不用害怕 你也不用怕你的梦想会消失 因为你依靠神 神就是你的刚强 我们再一起来唱这首歌 像片里儿时的模样 我们一起来唱 像片里儿时的模样 成长 我要启炼着 年少的时光 曾经在 你我的心中 要登上月亮 要飞越太平洋 多年后 我们都成长 告別了 青澀和迷惘 曾經在 隱蔽我的心中 延遲的夢想 是否也遺忘 把你的夢想交在神的手中 為主來吧 本身的流向 是為主發光 失去的淚水 使我們更堅強 路依然漫長 別失去盼望 重複世紀的遊祝在你身旁 為主來夢想 為主來發光 為主來夢想 為主來發光 雖然有挫折的 我不用沮喪 主使我力量 主指引方向 我們對面自由夢想 又殘暗 好 我們用花一點 我們把這首歌 希望我們的夢想 可以交在神的手中 想念你 而是你活躍 記錄著 天少的時光 曾經在 你我的心中 要登上月亮 要飛越太平洋 多年後我們都成長 可是我們不忘記我們的夢想 我們都成長 告別亮 情深和迷惘 沉浸在 你我的心中 描述你的夢想 是否也遺忘 逃出大大的高牆 為主來世界夢想 為主來夢想 是為主芳芳 是吃了真水 使我們更堅強 終於到漫長 便失去幫忙 克服世紀的遊祝在你身旁 為主來夢想 成長 變成 也不是 為主來夢想 會主來夢想 誰敢有所冊撼 我們不用去傷 主使我力量 就指引方向 我們對日子 有夢想 為主來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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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有挫折 我不用去想 主使我力量 主持一方向 我们的日子有妄想 有灿烂的阳光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赋上帝 我们要感谢